其实医生说不严重 你就要很小心 所以我们就高度怀疑说 你有可能 这个疼痛不能等前四肢 那么这时候你随身要带一个 这是保命 现在有很多人都会觉得 夺命的关键是什么 心肌梗塞 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些前兆 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急救方式呢 今天我们特别要压请大的 就是大家的好朋友 台湾医院的血管外科主任 也就是我们的袁明琪袁医师 大家好 袁医师 袁医师我先来观众提问问题 台中的陈小姐在问说 他哥哥有胸部肋骨下面 有时候会一阵一阵的隐隐约约的痛 然后有去医院做检查 医生说他是心脏血管比较细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要请教医生说 血管系代表是什么 他可以靠我们的饮食跟运动来改善吗 其实这个东西一定要先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当医师的时候 最希望大家不要乱枪打尿 对 所以基本上当一个人觉得说有胸闷胸痛的时候 我第一件事情就要先问 你有没有家族史 你有没有家族史 对 再来我就要看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因为男性的人比较容易得到心肌梗色这个疾病 真的 那女性的话是更年期之后才缓慢的进入到心血管疾病 然后很重要是我要看你的年纪 也就是说三四十岁的人如果说胸闷胸痛 像他这样一阵一阵疼痛 那坦白讲我可能先怀疑你是不是失恋了 因为这个心痛是这个心痛 跟这个心脚痛天然差别这样子 如果你是五十多岁以上的人 我会怀疑你可能有心血管疾病 再来就是我们要看 你有哪些危险因素 肥胖 像我一样 肥胖 三高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不喜欢运动 或者是有忧郁症 你要去找找看 大概每一个我们都称它为一个危险因素 大概就三个percent 对 你有三高 哇 一下九个percent 你有肥胖 有三个percent 你有抽烟 你不运动 这时候你胸口一痛 对 你大概比人家多二十个percent 你就是心肌梗塞的患者 所以我们就高度怀疑说 你有可能这个疼痛不能等前四肢 那么这时候又要去形容一下 疼痛的形容是什么东西 对耶 有关于心肌梗塞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会问说 你当下或者是你之前多痛 那个疼痛的指数是怎么样 所以心肌梗塞是什么意思 就是心脏的血管突然间 踏到 堵住了 塞住了 对 好 讲普通言的话 高速公路 我从台北要开到台中 本来很顺 就是突然间在桃园那边发生了大车祸 我车子一下子塞在那边了 我急着要去台中 但是我过不去 卡在那个地方了 哇 潭坊 就是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什么时候会发生心肌梗塞 一定是你急着在发生做什么事情 我们在过往的经验中 谁会什么形形下 会有心脚痛 你要想到是心肌梗塞 就通常是在 是在激动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在 吵架 骂人 对 喱喱 心肌梗塞 反倒是 你坐在那边蛮悠闲的 比如说我们正在闲聊天 我正在喝杯茶 突然间胸闷胸痛 我大概不太猜 是心肌梗塞 对 那他是说他的血管系 是代表什么 血管系都是最后 就是花了很多时间 去做了很多检查 对 那基本上就是我认为 前面那一段 没有去斗得很好这样子 因为医学是个很好玩的东西 我们建议是 不要一下子进到答案 对 我们先从你的症状去剖析 去做一些所谓的 非侵略性的检查 那比如说先做心电图 从问诊 先看像不像 那真的很像 我才建议去做电脑断层 对 才建议去做血管摄影 因为电脑断层有辐射剂量 血管摄影这些东西 都要打显影剂 对 对身体是个伤害 如果你不是很确定 是这个问题的话 你去做这样的检查 没错 血管出来 只是吸了一点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你无形中 吸了很多放射线 对 你莫名其妙被打了个显影剂 我们可不可以从别种方法来告诉你说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最容易被困扰的是什么 就是吃得太饱 有胃食道逆流 刚吃饱饭 坐在那边看电视很悠闲 突然间 闷起来的话 就会痛 对 那这个叫做灼热感 所以什么时候发作 发作的情形是什么情形 你要去了解一下 你的形容词 轻角动的频率 这些都是可以取决 我们引导你走到哪条路 去查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那原因是另外嘉义的王妈妈在问 她父亲农历除夕前两天 因为急性的血栓 然后装了一个自费的支架 然后有吃西药 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那她最近会腹痛 就是肚子痛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吃西药造成的 那她已经擅自停药 然后关于服药跟治疗 要注意什么呢 王妈你可能就是我们讲的 你的那个问题就问得不是很精准 因为现在我们放支架 放好多地方 有心脏的支架 颈动脉支架 肚子的大曲款支架 还是脚的支架 你到底是放在什么地方 那坦白讲都不太一样 支架放进去之后 因为它是个外来物 一开始我们身体会不喜欢它的 对 所以都会排斥 所以放支架的地方都会散成血栓 我把你血栓打通了 我放了一个支架上去之后 我还要担心心的血栓 去排斥这个心放进去的支架 所以这种病人在放完支架的前面两三个月 我们都会建议你要吃一点抗瘾血药 也就是说让你的血小板不要那么敏感 对 那让你的血液走的比较平滑 平顺一点点 让这个血管支架有时间跟机会 跟你自己的血管产生融合 两个包袱在一起 那这样才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这是需要时间的 对 所以我们都会用抗瘾血的用药 抗瘾血用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药物 叫做阿斯匹林 它是会抑制血小板的活性 对 所以血小板不活动了 有点不是那么敏感的时候 就算要出血 它有时候不凝固 它有时候会延长出血 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这样子 所以阿斯匹林是一个又便宜又好的药 蛮不错的 但是阿斯匹林讨厌的是什么 它的酸性很重 所以很多人吃阿斯匹林之后 胃酸 它会胃酸过多 或是你本身就胃溃疡的话 这个阿斯匹林一吃 哇 血上加霜 酸上加酸 那它就会造成很不舒服的感觉 就有可能会腹痛 它就会腹痛 它就会腹痛 所以是不是阿斯匹林 因为王茂也没有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它吃了什么药 它突然间停了什么药 所以这都是我们认为 千万不可以这样去做的 所以不可以擅自停药 千万不可以 你刚放完支架 代表你还不是很稳定 对 那尤其刚放完第一个月 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下 你身体上有没有状况 你不能骤然就说 那我自己当医师 我停药 停药的话 如果不幸 这个支架还没有好好的融入 这时候又因为你停药 血栓又靠过去了 白忙一场 对所以要赶快回诊是最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赶快再来问医生 然后台北的林小姐在问说 她甲状腺抗净 那目前她是没有吃药的 有时候她心跳会很快 那请问需不需要做一个心脏的检查 如果是甲状腺抗净 对 导致的心剂 当然不需要做心脏的检查 因为我刚刚讲 你要朝新陈代谢甲状腺这边过去 跟心脏血管是两条不同的路 对 所以如果已经很明确 是甲状腺抗净的话 你应该花时间去看一下 有没有甲状腺结结 还是有没有甲状腺的什么问题 导致它抗净 还是你身心灵的问题导致抗净 所以你应该花时间去朝这条路过来 那心脏血管是病怀条路 它是受害者 它是因为甲状腺抗净 导致心脏咚咚咚乱跳 所以你不去查它 反而打它 那就是有点不太对 好 除非你的甲状腺抗净 控制住了 那你还是觉得 我已经吃药 我已经做了很多治疗了 我的甲状腺激素都已经稳定了 怎么我还心悸 那这个时候 你才要花时间跳过来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去查查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所以呢 希望说大家都有听到原医师的回答 另外原医师就是说 心肌梗塞它是一个非常快速 可以夺命的 都来不及说拜拜 然后呢 其实现在就是要请原医师教我们 不管是自己发生 或者是他人发生 有没有怎么样急救的急救方式 其实我们在过往的时候一直在讲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心肌梗塞的高危险区 那么基本上 你平常就要知道 不要等着心肌梗塞发生了 你才说怎么会是我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是心肌梗塞的 被人家讲说是 你现在血管有点堵住 只是不严重 你就要当做很严重 就第一个要想进去 真的耶 医生告诉我说不严重 我就认为不严重 其实医生说不严重 你就要很小心了 我讲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可能就听得懂了 我们认为血管堵了60%以上 对 才是有意义的堵住 但是你堵到45% 然后说50% 就已经很严重了 那已经算是严重了 因为他什么时候要堵到60% 我又不是天天看你 我又不是天天帮你做血管摄影 我不能知道 所以有50% 你就要知道说 我可能会再进展下去 这时候你随身就要带一个舌下寒片 这是保命的玩这样子 就是说随时放在自己的口袋 包包之类的 所以在医学院里面 我们教我们的学生 叫做梦娜治疗法 M-O-N-A 很重要的四个字 M就是马飞 马飞是什么意思呢 疼痛嘛 因为一下子筋软了 血管很痛 塞住了 很痛很痛 所以在医院里面的时候 我们马上说 先给他一个马飞 止痛 一针打下去 痛环节 对不对 那我们家里头不可能有马飞 所以怎么办 我们要赶快家里头最有效的 这个通常家里头会有 因为很多女孩子有筋痛 有些什么东西 你先找个止痛药 先把它吞个一两颗下去 那等于类似像马飞的作用 第二个O是什么东西 M-O-N-A 莫武娜 O是什么 Oxygen 氧气 在我们医院的话 你在急诊室马上氧气瓶就塞上去了 氧气面罩就靠上去了 那家里头就想说 原因是我家里头不可能放个氧气筒 那这时候要怎么办 赶快打开窗子 赶快打开门窗 让新鲜的空气能够可以运作起来 那你要深呼吸 吸气吸道饱 吐气 同一个时间 你如果穿衣领紧的 是什么 赶快把它扯开来 让自己的呼吸道 完全不要被堵住的情况下 进行慢慢的深呼吸 等待别人来救援 所以O大概某种程度 就被争取到一点时间了 那N是什么呢 莫娜的N 就是NTG 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有NTG 你舌下含片钉的话 赶快把它拿过来 把舌下含一颗 五分钟含一颗 看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血管稍微能够放松一点 这就是舌下含片钉的作用 那你说原医师 刚好不巧 我的舌下含片钉放在办公室 没带回来怎么办 或者是它真的没有 或者它真的没有 怎么办 我的目的是把血管放松 对不对 那真的药物不能放松的话 我喝什么可以放松 通常一碗热汤 一杯热茶 或者一点热蜂蜜水 热胀冷缩嘛 有时候我们在很冷的时候 你喝杯热巧克力 喝个什么东西 它都能够有瞬间放松 舒缓的作用 我的原则就是 怎么样让我舒缓下来 那A呢 A就是叫阿斯匹林 那因为阿斯匹林 我就希望说赶快吃一颗下去 或吃两颗下去 让血小板不要在这个时候拧起 那同样道理 我家里头如果没有阿斯匹林的时候 我怎么样可以稀释血液 那就是多喝水 在医院头 一到医院我们给你打什么 点滴嘛 对不对 点滴里就是什么 盐水 所以你真的不行 在家里头赶快拿出运动饮料 对热海水 变成一个温温的温热一点的形象 你这时候就可以争取黄金的五到十分钟 等待救护车来救援 那如果他人呢发生了这个问题 就是心肌梗塞 你看到他真的很痛苦很难过了怎么办 就是赶快放低 头低脚高 让血液先保护脑部 让脑部不要缺险 然后同一个时间赶快打电话 叫救护车 快速把引导到急救单位去 对所以一定要谨记 园医师说的梦娜法则 就是M-O-N-A 止痛 氧气 还有呢 舌下片 舌下片 或者是说喝热的 阿斯批林等等 大家好 我是小鱼儿凯鱼 那因为我是敏感肌 所以东西好不好用在脸上 我立即知道 推出的新产品要介绍给大家 就是我们的ES 美肌液菌洗面乳 因为呢它就是在洗脸的同时 帮你用满满的好的益生菌在里面 然后呢只要用一点点 可以看到 哇好细致的泡沫 真的非常细致柔滑 你洗完脸之后呢 很保湿 不会紧绷 甚至呢会让你的皮肤达到最好的维生态 看起来自然的透亮净白 你看呢我这个是有洗的 然后这个是没洗的手 白吸透亮的感觉很不一样 那特别把这一支非常好的洗完不紧绷 不会暗沉 如果你的肌肤维生态的保持不平衡的话呢 肌肤很容易暗沉 看起来是不健康的哦 在这里特别推荐给大家 ES美肌液菌洗面乳推荐给您 希望你会喜欢 接着谈到这里的预c 所以你会说 我会拍摄这个衣服的衣服 你很令人哎呀 我会拍摄这个衣服的预限